新加坡本来就是东南亚的一个区域总部 所以大部分的跨国企业都把他的这个总部放在新加坡 世界各国抢人大战开打 多年来新加坡就把全球当人才库 2022年新加坡每三位工作者就有一位是外籍 新加坡的平均月薪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 大约是台币15万 而现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很多台资资金和供应链移到东南亚 新加坡的角色更加重要 台资银行进驻到新加坡 原本服务的客群主要是台商 现在非台商的客群已经是差不多比例 新加坡是东协十国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 这个已开发的国家之一 那他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他不只是跟他周围两家国家的这个发展关系非常密切 其实他间接的也吸引了包括南亚 就是印度的那个企业 会到新加坡这边来进行投资跟投资 还有就是澳洲在南半球 他虽然跟这个北半球这些国家距离很远 可是中纪战就刚好是新加坡 所以也有不少的这些澳洲的企业 会在新加坡在那边进行投资 我们讲美中贸易战之后 那全世界都希望能够积极的这个发展半导体的产业 新加坡本身他在半导体 不管是在这个生产 或是在这个先进的这个测试封装上面 本来就有一定的位置 或者是说他作为这个区域的这个金融的总部 那或者是还要推动观光 所以新加坡是 他是一个多元化产业发展 新加坡的产业多元化 金融业发达 法治健全有效率 吸引各国来投资和进行贸易 也带来专业白领千禧潮 除了高新揽财优势 还有 他提供了一个在全球相对来讲 很低的一个税负配套措施 所谓的税负配套措施 不只是企业的所谓的所得税的收入很低 这个税率很低只有17% 那在个人的这个所得税的税率 他还是全球属于偏低的 最高的税率只有22% 对那税是低 然后大家失职拿到薪税也高 那加上说很多高阶人士 可能旅游可以来新加坡的话 其实很多会带家庭来 那新加坡这边因为教育 教育的部分 不管是国际学校的普及 加上说他的双语教育 因为很多西方人开始学中文 薪资高税率低 这股让人才流动的稀利相当大 而根据中金院台湾东协研究中心的数据 东协各国劳动人口的技能程度 新加坡有60.1%的人是属于高阶技能 28.7%是中阶技能 文莱高阶技能的劳动人口占33.5% 排第三的马来西亚 高阶技能占28.7% 菲律宾是17.5% 泰国13.7% 再看东协各国劳动人口的教育程度 新加坡据高等教育程度的工作者 就占了49.8% 其次是马来西亚的25.6% 和菲律宾的22.9% 永久居民申请的话 通常是经过审核时间 大概是一年半到两年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永久居留的权 永久居留权之后呢 它给你一个额外的优惠是 你就可以享受像新加坡当地居民一样 可以在当地购物 可以在当地投资 享受跟当地居民除了投票权之外 一样的权利 多年来深耕 新加坡已经是人才富翁 开始采取更审慎和精准的人才政策 也想要延览精英中的精英 新加坡在2023年实施顶级专才签证 跟一般工作签证不同 不需要先找到新加坡的工作 就可以直接申请五年的工作居留 再找工作 门槛就是申请者前一年的月薪 要达到每月三万新币 也就是台币68万左右 而最新出炉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前三名依序是纽约伦敦新加坡 新加坡击退香港 成为亚洲第一金融中心 现在想要在新加坡工作的门槛 也越来越高 就是你要拿到 EP Employment Plus的话 现在门槛也非常高 那如果你不是一些有特别 一些工作经验的 一些从业人 要在这边找到不错的工作 难度还是蛮高的 因为就像现在其实很多 很多像学生在新加坡念书 毕业之后都未必可以找到 適合的工作 在2022年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中 新加坡在全球排名位列第二名 在亚太和东协地区都排名第一 其中吸引人才 培育人才的项目排名全球第二 而新加坡现在有些产业相当缺人 很吸引台湾人过去 像护士啊 老师 然后像放射师 治疗师都是 相对来说 新加坡并没有这么多的人才 也是特别缺人的 那还是很多会吸引 像特别是台湾这边 近年来越来越多 像护士啊 幼稚园老师啊 放射师 治疗师 每年都好 都好几百个人来新加坡这边工作 地小天然资源匮乏的新加坡 深知人对国家竞争力的价值 有策略的开放 让小国一要成为人才大国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姐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